《非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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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三星住民办以堂后 就是带我们来认识环保 来这边 我们学到很多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国家 也有大陆福建 湖南 印尼 越南 来这边学到怎么分类 然后我回去就很欢喜 就愁入环保 天天就来做 我每天就会来这边 收胶带分类 然后晒干 这些收胶带用得太多了 如果不把这些资源回收的话 太浪费 要减少用 最好不要用 这样环境才会更干净 要留一个干净的地球 给后代子孙使用 因为我伯伯现在脑中风 就是我要全心照顾他 我只能利用他五岁的时间出来做繁保 因为上年说 行善行孝不能等 照顾婆婆的行孝 做繁保的行善 所以我两边都会一起顾好 现在地球软化 气候变迁很大 上年有说地球的两个方式 一个是次数 一个就是繁保 把资源分类好 再回收再利用 所以我们越做越欢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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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